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种被誉为英国最危险的植物 英文名叫做Giant Hogweed 中文名叫做大猪草 而大猪草我在去年8月也出过一条影片是关于说它 我都会将这条影片的连结放在现在大家看到画面的右上方 还有下面的Description 片尾我都会放一条连续在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回来看 好 无端端为什么之前说过 今次又说 事源就是我这几天连续见到有两宗新闻都讲有关大猪草 其中一宗就是讲关于一个小朋友接触到之后他有受伤的情况 而另一宗就是讲关于有一只狗接触到之后 因为之后的伤势都比较严重 最后都是要人道毁灭 其实为什么我想出这条影片和大家分享这件事呢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好像我们刚刚过来的香港人 可能之前都没有听过这种植物 就算受伤那位小朋友的妈妈 他们是本地人 受访的时候都讲 其实他都不知道原来这种植物对人类的伤害是这么大的 我相信近期过来的香港朋友都大部分会有小朋友 而年纪都可能会比较小 所以希望大家看完这条影片之后会对这种植物多一个警惕 同时认真点教你们的小朋友去认识这种植物究竟有多危险 从而令到他们可以好一点保护自己 我很相信如果大家尝试在网上搜寻一些图片 是有关这种植物对人类的伤害是怎样的 我很肯定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其他小朋友有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而如果你们看到这条影片的话 也都希望可以提醒一下你们身边的朋友 有关这种植物究竟有多危险 那究竟大猪草是怎样对我们或者小动物造成伤害的呢 就是这种植物有一种质液 那如果人类或者小动物的皮肤接触到这种质液之后 再暴露在阳光下面就会造成一些化学反应 令到皮肤的表面会起一些很大的水泊 而这些水泊的范围是会越来越大的 而且可能有些是会经过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或者几年才会好 那我就没有post一些图片在这里了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google一下 那有很多不同相细的图片你可以找到的 那其实有些都挺客人的 那和大家听完之后不要觉得好像不关自己事 那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图片 其实大部分英格兰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这种植物的蹤影 所以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次 真的希望大家要小心一点 尤其有小朋友的家长 好了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这两宗新闻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宗就关于一个12岁的男孩 有一天他放学回来 他妈妈发觉在他手上有一道好像消伤了的伤痕 之后另外有三个伤痕就在他面上出现 就好像大家现在图片上看到了 而且受伤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 后来他妈妈就带了他去急症室 那医生就证实他是受到这些大猪草的汁液所造成的伤害 而医生也有提到这种伤害有机会造成一些永久的伤痕 以及可能会导致失明 那现在这位小朋友就在医院接受着整形的手术治疗 原来事源就是这位小朋友在学校踢球的时候 就不小心把球踢出到学校外面草虫 而老师就准许他们出去在草虫里扯回球 所以相信这位小朋友就在草虫里接触到这些大猪草的汁液 那听完这个新闻之后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其实这些情况都是很一般日常我们有机会接触到的情况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都觉得 就是真的要好好给我们的小朋友去认识这种植物 而另一宗新闻其实也挺悲惨的 就是有一位61岁的先生带着他13岁的狗女好像平日去散步 可能那些狗都比较贪玩 就捐进草虫里面 他就突然冲出来 就发出一些好像很痛楚的叫声 那这位先生最初都不以为意 那没什么特别 那直接回到家 他就发现这只狗女的脚 就有一个好像一磅那么大的水泡 那去到第二天 这个水泡的大小已经double了 所以最后他也带了他去看兽医 兽医也证实了这些伤痕是大猪草汁液所造成的 那兽医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他都没有什么治疗可以给到他 唯有开一些止痛药给他 而之后几个星期 那情况当然没有好转 那其实伤口已经去到差不多 好像他有一半身体的大小那么大 而伤口都不停滲血 和都很痛楚 那最后这位先生都决定将他的爱犬人道毁灭 虽然他最后做了这个决定 但我相信他都真的很爱他的草物 其一就是因为他不想他继续受这些痛苦 他也提到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他为了令到他的草物舒服一点 也都将他放在他自己的床上和他一起睡 所以看完这段新闻都其实真的觉得很可惜 那最后很快地跟大家讲一下究竟大猪草是怎样的 让大家有个概念将来看到也有些形式 那他的特征就是他有一些白色的花 是成一个散形的 好像大家现在在图片上面看到那样 他们是在6至8月开花的 所以刚巧这段时间就是他们开花的季节 如果现在大家驾车经过Motorway 其实都很容易可以看到他们 因为前两天驾车我都看到很多在路边 而他的叶的形状就像现在大家在图片看到 是有些不规则的鋸齿形的 所以大家就要记住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最后都要不厌其烦地提提大家 真的要认真一点去认识这种植物 以及教导自己的小朋友去认识这种植物的危险性 最后提醒你身边的人有关这种植物 因为我充心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自己认识的人会接触到这种植物的 好了,如果你觉得我这条片都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忙给个like和share出去 希望多些人可以看到这条片 认识大猪草这种危险的植物 好了,下次有时间再和大家聊吧,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